在8月23日 中國商務部長副部長級的黃壽文 和美國的副裁長馬爾帕斯 他們會各自率領自己的代表團 去談談謀戰的事情 這個級別已經降到副部長級 這個是多叻 多叻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之前的時之中 你談了之後你沒有誠意 有些人就以為 這次他們談的話 一定會找黃岐山去談 當然要升級的 當然不會 因為大家無心去談 無心去談 你又叫我來談 我就不斷應酬一下你 不斷應酬一下你 當然要找副部長級的去 找副部長級去 談一談的時鐘 不斷應酬 對不對 到時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都說 沒有什麼希望可以做得到好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又不可以有些希望做得到好的呢 我們於是有些事 大家都有一個良好的意願 希望突然之間 會出現白雪公主 或者是玻璃鞋 這樣的十二點鐘的變化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機會 微一點 那 為什麼會微一點呢 聽一聽一下 即時那個 長一點的版本 我會有些分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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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